大家好,我是Jex,欢迎来到JK投资频道 这集就为大家介绍这只放眼五年内要达到四只五个币链的公司,CarePower 在影片开始之前,还没订阅的观众欢迎订阅哦 这里每期都会介绍值得关注的股票 同时有空也会聊聊美股或是其他的投资工具 例如加密货币、外汇、ETF等等 首先来看看CarePower现在的市值,它差不多是9.5亿 如果五年后能够达到50亿,以现在的市值差距差不多是5倍 那股价乘以5倍,就大概是10块以上,来看看这有没有可能 说到CarePower,就得先诉说Serva的创办人阿杜·卡林 阿杜·卡林在1993年成立了油气工程公司Serva Dynamic 其工作包括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服务 该公司现在是一家综合性能源服务提供商 还专注于土木和机械工程、仪表和控制系统 它的足迹遍布全球,业务遍及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以及最近的非洲 让我们窥探这位东马强人的看法和野心 在一次的采访中,阿杜·卡林认为Serva如果要把 业务持续的扩大发展到全世界,就必须通过 集中力分散和影响到投资效益 在2019年先后收购SCIB和KPOWER这两间公司 让这些业务形成互补 产生协同效应 一起在油气领域扩大市场版图 所以Serva KPOWER SCIB就是阿杜·卡林现在所打造的铁三角 在阿杜·卡林入主以前,KPOWER的业务是 反地产开发和投资 而在它入手后,就开始转型将发展重点 转向能源、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物流以及医疗领域 它成功在2019年将KPOWER转亏为盈 公司未来范针会以再生能源作为主要重点 包括太阳能、水力、废料转换能源 和生殖能源的特许经营和基础建设 并在该领域持续性的成长 让能源业务成为主要的收入与盈利来源 自从阿杜·卡林加盟之后 KPOWER很快就获得大大小小的合约 从建设和提升污水处理厂 以及新建绿色建筑的本地竞标 到辽国、尼泊尔开发水力发电厂的建筑合约 再到近期得标的LSS4 和总值5亿的EPCC合约 在彭亨和霹雳建立四座总产能44.6兆瓦的发电厂 KPOWER截至本财年 已经累计的新合约达到了12亿 而KPOWER手持订单也达到了22亿 KPOWER同时还在竞标着34亿的工程 可见这间公司野心勃勃啊 基于全球对干净和永续能源的需求 和自力促进碳中和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 宁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亮丽的前景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也一直提倡 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还有蓬勃发展的电动车行业 可以看到再生能源会是未来数十年的趋势 KPOWER的业绩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来到2020年是爆炸式的成长 自2020年每个季度的营业额和盈利都是直线上升 再看看现金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借贷 有一些的应付账款可以说非常健康 Performance Review by Segments 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Revenue and Profit 都来自于能源和基建 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医疗只占少部分 接下来在公司的展望可以看到公司有持续的收购 以扩大业务 今年年头才完成收购Cemtrax用来应对物流业 同时也提议对Granulab的收购计划 开始了对医疗领域的发展 他们已经获得了约7200万的订单 在Indonesia分销COVID-19相关的产品 在能源基建方面 东盟国家最近宣布 再生能源要在2025年将总能源输出提升到35% 这将极大的推动该行业的发展 还有去年年尾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引入了NEM3.0计划 以提供更多电力消费者有机会在他们的屋顶上 安装太阳能光复系统 减少相应建筑物的电费 而今年一月公司就宣布与Public Investment Bank合作 参与了NEM3.0的计划 至于股价 今年年头K-Power的Subdivision和Bonus Warren把股价推到了巅峰 而SCIB在之后也复制了同样的操作 但现在已经回落到2块左右 一共是一系列的合约和千金 如果公司没有变质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公司的市值确实可以翻倍 对了 K-Power的另一个灵魂人物是Mustakin Magnum 他在金融界有着23年的经验 是一个资深银行家 而且对能源和再生能源有着非常多年的经验 可以说现在的K-Power是他和阿杜卡林一起打造的 最后要注意的是 K-Power可能现在正在筹集资金 以应对大型太阳能发电 LSS4项目和未来的扩展提供资金 毕竟一直发展 需要很多的资金 至于如何筹集资金 很大可能是Private Placement 这也可能解释为何股价 横摆了好一阵子 最后声明 投资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 这里面有买卖建议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